所以周医师 你刚刚说你有些配方 我先告诉大家一个 那我综合一下就是 我们在中医临床上 我最常推荐病人 而且他的一个生殖率 可以达到60%是 你改变一个饮食生活习惯 包括第一个 前三名的第三名 第三名 就是很简单 就是一个黑米 糙米 配芽米 去换成精致淀粉 就是像一个汉堡包 或是猪排蛋 活得在三明治 为什么这样呢 我们有非常充足的理由 告诉大家说 事实上现在吸化食物之后 很多胰岛素阻抗 是跟多囊卵肠的不应有关 但有些人他是 介于在一个非典型 他的体脂率很高 他的压力很大 他脂肪量比较高一点的病人 事实上如果你能改变一个 用的颧骨类 那偏偏黑米 糙米 配芽米 它不是白土丝 白馒头 它是一个比较粗食类的颧骨 当然包括一些像麦片类的 它可以去改变一个胰岛素阻抗 去增加它的受孕率 第二是因为黑米 糙米 配芽米 它的本身是 它还有一个就是 大家很常见的叫基醇 只要不孕症的病人 都常常被病人 医生说要吃基醇 为什么呢 它可以有维生素B 它可以去达到一个让卵巢 还有子空强壮的目的 那第三个是 它的口感非常好 因为其实黑米 糙米 加上一个配芽米 它不会像全黑米 或全糙米这么难吃 所以像很多病人 都会做一些比方 像白木耳 红枣 去增加它本身的 公寒的温暖性 而且降低它的一个精致淀粉 比方说像蛋糕 面包 对早餐 晚餐的取代性 除了这个方法之外 我们今天也请到了 彦宽老师 要教大家做一个动作 这个皇帝内经说 这边是丹田 一般我们大概都知道 是肚脐的下方 三指的地方 那丹田它的解释 你听它的名字就知道 男子长经 女子养胎的地方 所以整个丹田 就是我们要传宗接待 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那从皇帝内经来讲 它不是只有雇这个地方 所以我就从头讲一遍 我们的腿有六条经络 其中有三条非常重要 一个是圣经 圣经是养经的 肝经是长血的 然后脾经是铜血的 铜血的就是 很多高宁产妇 很怕血糖会升高 那他就要去调他的脾经 所以我们现在先来做 第一个动作 先疏通我们腿 最重要的三条经络 非常的容易 你只要把重心 站在一条腿 然后同时膝盖放松化缘 只有这样子而已 为什么 那很重要的 你千万不要用力 因为气行则血行 气必须要很放松的状态 所以你看这个 是不是很容易 就这样子轻轻地转 那在做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发现 老祖先讲的人老腿先老 在做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发现 会有一点卡卡的 所以表示我们的下腿 已经开始老化 腿只要一老 你觉得这个丹田会不会老 它肯定就老 所以刚才一直在讲到 这个高宁产妇 高宁产妇 其实都已经老化 我们要怎么让它活起来 所以第一个 这边转 转 转 好 很轻松地转 如果你在转的过程当中 你发现会有点 某个地方会有点刺痛 卡卡的 表示你要注意 已经开始退化 然后再换另外一边 重心稍微站过来 然后转 转 转 那你会问说是顺时钟 还逆时钟 很简单 左脚的时候 从外面收进来 我站在右脚 我就从右边收进来 所以都是往内收进来 这样子就可以先调我们的 圣经 肝经 还有我们的这个脾经 好 然后再接下来 就是讲我们的骨盆 骨盆是最重要 因为能不能够怀胎 跟整个最重要的生殖器官 就在我们的这个骨盆 所以骨盆也要做一个动作 很简单 就是画圆 画圆 画圆 好 那你在画圆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诀窍 看你的屁股 当我转到后面的时候 我的屁股要能往后 我的屁股要能往后 那一样 左边的时候 我就从左边画进来 画进来 右边就从右边画进来 然后你在做的过程当中 我怎么知道 我现在骨盆有没有正 很快的 你只要一转 很多 现在几乎99% 转这边的人很顺 另外一边就会卡住 你的骨盆那边歪掉了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时间太长 所以一样 很轻松地转 那唯一注意的地方是什么 你看我的肩膀几乎不动 对 所以你不要像打陀螺 这子宫不是在上面 所以我们要转 整个转 那这个骨盆它就会开始活血 整个的中医的养生 气功的养生 就是气形则血形 所以我要让这个整个活血 活血就可以行气 行气就可以活血 好 那这个也讲完了 那我们大家再来摸一下 我们的肚脐 肚脐向后方到我们的脊椎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穴道 叫做命门穴 再从命门穴绕回来一圈 这个又叫做带脉 对 带脉它可以 如果你曾经腰闪过 其实你的带脉就从此就断掉了 所以它的这个 顾经养胎的功能 就会慢慢地退化 而且命门两边是两肾 在《皇帝内经》里面讲 它就是先天之气 它的运化就是在我们的命门 好 所以我们现在再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 当我站过来左边的时候 我右边的胯要收进来 然后转的时候 就是用我的腰 让它动起来 这个练完了之后 很多人的屁股会小 为什么 骨盆就收进来 白岩老师 我们的第一胎在澳洲生的 你知道我那时候没有经验 我们就打拔好 那个生孩子的那个袋子 生完了第二天 澳洲就要出院了 白岩老师就把结婚前的牛彩裤 就穿上去 你知道隔壁那个女生就尖叫 她那个肚子根本还没有收回来 白岩老师已经全部都平 后来医生七天后 请我们再回去那个 黄金海岸的医院 跟我们做一些研究 说你为什么能够收这么快 因为这个就是在训练 我的这个骨盆 让它这个有弹性 让它能够 我可思议耶 是真的 因为一般不是说生完小孩 这边都会变得比较宽吗 而且我们通常还要用布来擦 对不对 我顺便讲一下 其实我的姑姑以前 她结婚之后吃饭 这是我阿嬷跟我讲 我阿嬷今年103岁还活着 她那时候就说生完孩子 她说我的那个婆婆 苦毒瓜 就是那个虐待她说 要求她吃饭要跪着吃 我阿嬷说不是 她是疼你的 因为你在坐月子这样子吃 骨盆才会赶快收回来 因为你刚生完 其实这边开 很多人一吃饭就这样开 你看外国人吃饭 脚翘起来 从此你就 这个地方就全开了 所以那这个是你平常就可以练 才会收这个骨盆 所以这个是带麦 这个是骨盆 手非常的重要 手有六条的经络 所以我们的手 这边要画圆 这个我要请江医师来一起做一下 我觉得那个 其实没有很难吧 他的肚子可能也可以平 这个肚子都会平的 所以你看拔手 虽然他才36岁 他的卵巢已经只有70几岁了 你想要生育是绝对没有可能 坚果跟鲑鱼 把它煎一个坚果鲑鱼 然后我们搭配一个墨西哥的酪梨酱 这些食材都是 可以帮助你生宝宝的一些食材 你这个骨盆收进来 其实他是在画太极 这太难了 转过来 一字大语